用藝術行動占領台北市政府與市議會國父紀念館 貓市長成為一頁市長宣布就任 原來這是台北藝術文化活動《百晝之夜》的宣傳 今年活動10月7號晚上6點 將在三大場館與周邊場域展開 讓藝術與各種議題碰撞激盪 因為起義吧 但一個是代表整個《百晝之夜》 它的一個自由的思想 另外一個就是一起來到新議區 大家知道市政府跟市議會就在新議區 所以我們這次也為了要打破這種所謂的威權 以及強調自由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把整個市政府 包括一樓的大廳 包括市政府的市長室 都會由貓市長來做相關的直播 民眾可以在一樓裡面 就可以來參加各種的活動 還有包括市議會的議場 也變成一個劇場的演出 那當然就除了如此之外 很多的國際藝術家在10月7號的晚上6點 到隔天早上6點都會有非常非常精彩的 很多的藝術相關的展演 所以要麻煩大家可以在這段時間 去年是40萬人 今年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民眾一起來參加 非常棒在全球知名的 這個所謂國際的藝術饗宴白舟之夜 就從過去到現在 以前選擇的場域都比較是在 像在大稻城或是說像在士林的這個北流 北藝的外面 但這次呢 我們等於是政府本身也參與 除了附近的場域像松菸啊 或說101大樓 整個市府廣有之外 我覺得這次最大的意義就是政府本身參與 剛提到說包括我們市府的這個外牆 可能都會讓藝術家去做所謂的藝術創作 我覺得就讓政府不要那麼嚴肅 事實上都希望在現在這個時代裡面 都能夠讓很多的藝術家 透過這樣的部分中來做創作 而讓大家更感受到 台北市是一個多元而豐富的城市 在街頭上面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演出 包括talk show等等 那最特別其實我們這次有很多議題的響應 那這次的議題響應包括跟加勒福的合作 我們去講經濟動物權跟台灣猛禽研究會的合作 我們來講這個整個都市的生態系 都希望這次在白兜職業裡面 把這些大家年輕人關注的議題 大家一起重視的這些題目 透過藝術文化形式來做展現這樣 那這邊稍微用一點時間跟大家介紹兩件國際作品 因為剛剛副市長有提到就是小兵人的創作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小兵人的創作 其實他創作的媒材就是賓款 那他第一次藝術家 這位巴西的藝術家他第一次來到亞洲 那他會帶來用他的冰塊的創作 來去展現他想要表達的價值這樣 那我們會在事前邀請台北市的市民 一起在國父紀念館有一個工作坊 我們會做3000個小兵人 我們會在9月中的時候就開始去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我們在白兜職業當天就會邀請所有的市民 一起把冰塊放在國父紀念館的階梯上面 然後用一個行動藝術的方式讓他慢慢融化 那當然最近因為天氣比較熱 所以其實藝術家也有說 這可能會是他在所有40幾個國家裡面最快融化的一次這樣子 另外就是剛剛講到JR 那他是一個非常富有國際知名度的一個街頭藝術家 那他這一次在台北我們會以Bone Free為題 就是以自由為題 因為剛好今年是世界聯合國人權宣言75週年 我們想要講台灣的自由多元 那我們會透過一個這樣的攝影行動 在全台北總共會有6個地點 跟2000位市民 邀請2000個市民一起進行拍照的一個行動這樣 白兜職業今年以奇異霸作為策展主題 集結25件跨媒財藝術裝置作品 35唱演出節目 總計近100組藝術家及團隊參與放電整晚 我們邀請了13組藝術家 然後打造一個只存在一個晚上的藝術聚落 那圍繞著這個國父紀念館的翠湖周邊 那藝術家們他們帶來行動裝置 然後單人的藝術演出 還有各種實驗性的音樂表演 我們希望在這一個晚上打造一個 就是平等交換的概念 那每一個人來到這邊 都可以帶著一個探索未知的心情 然後進行一場擁護計畫 那這一次我們特別邀請了四位 全球關注的藝術家 D.B. Klaza 然後Creepy Mouse還有Black 那在20米的高空 為我們創作30米的居服作品 以24小時的創作 然後快閃呈現12個小時 是用一種非常具體的方式 來呈現街頭藝術的力量 那麼街頭藝術在市政府上面做創作 是世界創舉 好 那當然一種文化呢 被翻轉就是最珍貴的自由 那我們謝謝白州之夜 謝謝總策展 然後謝謝台北市 而延伸這個概念呢 我們批示了在 以在夜晚發聲來呼應這個企劃 我們的戶外演出 集中在仁愛陸及市民廣場 而在室內的部分呢 則有台北市市議會的議事廳及市長的辦公室 這次白州呢 比起以往邀請現場 現成的節目參與這種方式呢 我們這次策展呢 跟上是一個晚上的現地創作 表演者以角色走入夜晚 在夜晚發聲 馬戲系列演出 此次和星河有限公司合作 主題是以身體丈量空間 以顛倒的身體回應顛倒的日夜 舞蹈則以扮裝作為宣言 以競賽和互動回應群眾 戲劇與演唱系列節目 以天使與神奇發想 討論都會議題 在眾多演出中 更以開箱市議會作為最大的亮點 演出將引領觀眾走入市議會議事廳 以特技、戲劇、音樂重新定義 市議會之場域意義 公司政廳呢 它就是一個 長達六小時的馬拉松式的喜劇演出 然後是一種搞笑式的 我們要佔領那個市府廣場 這個市府錄 那其實喜劇這個東西呢 本來就是一個最溫和 最迷你型的一個革命 然後也是一個最討喜的一種 最搞笑的一種佔領 那在這個六個小時裡面的活動呢 我們會有超過50位的喜劇演員參與 那幾乎是像是一個台灣喜劇界的 一個胡適托演唱會的形式了 那我希望它會是一個搞笑精彩 有點胡鬧的東西 那也許因為是一個無視大 所以它會有一定量的混亂在裡面 希望越少越好 要還樂多一點 然後總之希望大家來跟我們一起 用搞笑來佔領這個市府錄 法國街頭影像藝術家JR發起的創作 將邀請上千位台北市民拍下巨大的人像照片 張貼在台北各大地標建築物上 表現台北的自由與多元 這個夜晚不僅讓市民狂歡 也同時留下深刻印象與收穫 白酒職業起義吧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